同學們好 我們現在在看的是台大Coursera的課程 在上個禮拜的作業 上個禮拜的作業叫What is today 我們想知道是一年第幾天 這個作業已經超過時間了 我們不能寫了 超過時間已經不能做測驗了 每次做測驗都還要按這個密碼說 我確定我是本人嘛 這個很浪費時間 不過我給他打完 Certify this submission as my own or HNAL work COMPLETED in ACCORDANC with the CORSERA Honor code 句點 好 確定我是本人了 沒有人造假 可以開始寫了 我們只看題目因為已經過期了 題目太複雜 我們只講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在寫這個題目的時候 老師有錄影 其中2012年 我們點開小算盤 點它一下 再點它一下 2012年的1月1號 是星期天 那麼它的2月呢 是幾天呢 29天 為什麼2012年2月是29天呢 不知道 他說是因為潤年的關係 潤年是什麼 不知道 點維基百科 結果是英文的 他說只要這四行就寫出來 可是 同學看不懂 所以今天老師要教 用小葉老師的教法 教你怎麼算潤年 潤年的算法 一樣口訣如下 我們只寫潤年 我們只要知道它是不是潤年就好 所以我先開新的檔案 另存新檔 今天的第一個作業 寫1.CPP開起來 第一行 我把字型放超大 超大 然後呢 這可以關掉 這樣特別大 第一行 今天考試有一位同學寫錯了 他寫sdio下括號 這是錯的 應該要寫.h 為什麼要寫.h呢 我們上課的時候 曾經教過 我教慢一點 讓你錄影 可以回去看 在C槽 我們雙的是CodeBlocks 在X86 C開頭的CodeBlocks 命GW是卡拍了 裡頭有個include 對這include include就是它 include資料夾裡頭 有一個stdio.h 沒有看清楚 把資料夾選項 隱藏的副檔名秀出來 我這邊操控快一點點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不過沒關係 這個.h 副檔名 所以不是它 要寫.h 不然 它跟你說 找不到檔案 少個.h 第一行搞定 第二行 int main 韓式 有同學說 老師 為什麼台大老師不寫int 而小鈺老師跟清大老師都寫int 因為台大老師寫的副檔名是c 很嚴格的c 在很嚴格c的情況下 可以省略int 可是你程式可能出現其他更可怕的錯誤 所以小鈺老師跟清大陳煥中老師 都建議寫int main 這個就保證你寫出來很ok int就是到處你作業系統 等一下這個主函式 等一下它自動會回傳一個0的整數 給你講說成功 0就是成功 不是0 12345叫錯誤代碼 就是失敗的意思 不管它 我們想要得到一個數字 就是year一個整數 year 我們想知道year是第幾天 所以搜尋個地方 搜尋把year讀進來 我們要做什麼題目呢 我們要做判斷 yes or no if點點點點 printf yes yes代表它是論年 else 或者是點點點 就是printf no yes 代表是論年 no 代表不是論年 那這個題目呢 那這個題目呢 剛好就是我們瘋狂陳色 下個禮拜的考題 那我偷偷看一下 知傳一假 因為一假的考試題目已經出來了 知傳一假考試題目我點開它 你看清楚喔 我用電習模式讓你看到 等一下就會崩出來 簡單的說 就是它只給你一個整數的數字 在這一頭 請你 我們等它一下 下個中獎 稍微不管它 就這邊 它只有一個數字 2004 請告訴我 yes 如果是2005 年 那麼我們看結果 請告訴我們 no 它有點慢 no出來了 我們要知道是yes或no 那2000年是yes或no呢 我們一樣在做自定測試 yes 2000年是 所以 規則到底是什麼呢 就這句話 我們 這個寫的簡直 比 台大劉包豐老師寫得清楚多了 民傳大學的特色 就是特別為學生著想 你看 論年定義就是這句話 4年叫論年 可是遇到100年不論年 遇到400年又論年 所以寫法可以從4到100到400 可是條件規則 網路上找到所有程式碼 都太難 只有小艾老師寫的最簡單 小艾老師怎麼寫呢 小艾老師的寫法 是這樣子的 我說 開始寫囉 如果 400年最稀有 所以 如果年代 除以4的餘數等於0 那麼它一定是 論年 yes 因為 跟著還沒寫完 400年最稀有 先考慮400年 第二個考慮什麼呢 如果 剩下的if 100年 no 100年寫 跟100做運算 余數為0 同學們不熟悉這個符號 這叫做 加減乘除 除法的余數 它 除法會除出商數跟余數 這叫余數的意思 所以 它除100的余數 如果是0 代表整除 代表它是100的倍數 那麼100不論 no 寫完兩行 第三行 接下來 更寬的條件 4年一潤 所以 else if year 4的倍數 它就是 yes 最後呢 我們就說 剩下 阿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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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就是no啦 我們這題寫完了 這就是我們 下禮拜的考試題目 你覺得老師看不懂 講解重點 1 2 3 1 前面都知道 如果你這個都不會寫 如果你這邊錯了 忘了宣告 百分比符號 end 忘了寫 那就代表你第一週 第二週考試 第三週考試 其實都沒考過 沒關係 我們這週開始考過就好了 反正你可以及格 你可以過 拿到學分就好了 我們是練習模式嘛 所以當然是把它 貼到瘋狂橙色去啦 欸不能貼是不是 太過分了 再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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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l A Ctrl V 拜託 咦貼下去了 太好了 同學們怕看不清楚 我把它放大放大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選擇拼改膠卷 我們的下禮拜考試題目就是它 你有沒有覺得它等很久沒出來 有 我也覺得它等很久了 它還是半透明的 yes 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下禮拜考試題目 重點複習一二三 前面 西語言的簡單常識 這是我們知道 宣告個year year是個整數喔 我讀進來要加個and 因為scanf有一個s字母開頭 所以變數前面要加一個最像s的符號 請問哪個符號最像s 就是它啦 所以記得加它 這很白癡的記憶方法 p呢沒有那個s符號 所以就不用加and 然後我們先 四百 四年一百年四百 所以先弄最複雜的case 四百先搞定 yes 剩下一頭一百再搞定 no 剩下的四年再搞定 yes 剩下的呢 就雜魚嘛 雜魚就給它寫 no 這就是我們的考試題目 我回去都有錄影 請同學們試著看錄影 然後下次考試 希望每個人考一百分 不要有任何人作弊 任何人